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话题 方先决在衡阳守卫驻扎了47天后 他做法是否正确该不该投降 第十军是在长沙战役中 被分派到第九战区的 不过将领薛越的战术有问题 他将第三个师分开 轮换着去支援37军 结果支援37军效果没达到 反倒是第十军的三个师 被打得落花流水 导致战士权势溃败战后 他又开始甩过 长沙会战一结束 就向重庆的委员会报约 结果军长李玉堂背锅脱了军装 到了第三次长沙战役 第十军接到命令接管长沙 其实就是薛越所说的贴路战法 也就是说第十军就是一个火炉 当时也是迫不得已 让李玉堂又回来 暂时担任副军长镇守长沙 因为当时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明确 也没有想要对着长沙四颗道地 当时在进攻长沙的时候 他们的物资就很紧张 第十军在长沙城的外围 进行了短暂的抵抗 然后就撤退到了长沙城继续战斗 长沙城的防线已经建立完毕 他们可以依靠防线进行防守 所以守卫长沙的时候 第十军的战斗是很勇敢的 日军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比如方先爵当师长的预备第三师 师战斗主力打光了近一半的兵力 当时战斗结束之后 李玉堂因战功又重新穿起了军装海升的关 军长一直则是在长沙战役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的方先爵丹人 在长德战役中长德是被划归到第六战区 而第六战区的指挥官就是陈诚 所以薛悦觉得长德这件事是陈诚的工作 直到重庆三令五身 让薛悦派人支援长德 这才勉为其难地派出了第十军 但是在指挥方面 薛将军又开始犯老毛病 那就是在长沙战役中 三个师分离调动的战略 这里面的一个指挥员周庆祥 在半路上遇到了日本人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击溃了 还有一位孙长官在日本人的埋伏下溃败 在撤退的时候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死了 只剩下有一个师还活着 还被薛悦派到了其他的地方 方先军根本就没有机会 指挥自己的军队作战 这让他的军队吃了大亏 却没有什么战功 后来两人的关系就变得剑拔弩张 第四次长沙会战中方先军与薛悦的关系已经搞僵 他对薛悦也是深恶痛绝 而薛悦却因为一时战功 就开始得意忘形了 以为日本人永远也不会打长沙 于是他在重庆一再淡化日军攻打长沙的战略 他觉得日本人不会再来长沙了 也不敢再来薛悦没有防备 但是日本人来了 薛悦开始故意放水 让他的第四军留在长沙 而第四军在长德战役中吃了大亏 此时被抽调到了衡阳进行了一次整编 这一次叫做湘北会战 也成为长恒会战 这一次日本人的来袭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他们已经攻破了国军的东部防线 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前三次那样 很快就攻打长沙而是停了下来 稳扎稳打慢慢的把整个防线逼腿 而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后方开始休养 同时竟在有军突破洞庭湖防线 一起向长沙发起攻击 等到新县也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 然后再从东西两面夹击长沙 这样一来薛悦的战法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当日本人攻入长沙城的时候 第四军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的主力都集中在了长沙河东 而河西的越鲁山就是长沙的制高点 长沙第三次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越鲁山一直被国军占领 越鲁山上也有一个火炮基地和兵团 可以说是包揽了压制日本军队的重人 不过这一次第四军团的指挥官张德能 把主力都放在河东河西 部队只有一个师 剩下的兵力本来就不多 根本就守不住河西 再加上日本人在攻破了洞庭湖的防线以后 一路势无破竹直逼长沙一上来就切断了这条战线 越鲁山的制高点就此拱手让人 长沙的总指挥赵紫利 是第九战区的参谋长 赵紫利建议张能从河东调击兵力前往河西 就这样张德开始指挥了第四军团渡河 但是期间因为太苦了他稍作休息 一觉醒来就发现了日本人已经击溃了第四军团 张德能和赵紫利落花而逃 第四军就彻底的崩溃 接着日本人的猛烈进攻 让长沙沦陷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原本应该是后方的衡阳 却一下子成为了战争的主战场 原本应该是被调到了衡阳 进行整编和增援的第十军 却在这一瞬间一下子变成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甚至连最后一战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而此时东下的国军 已经被日本人逼得节节百退 整个香港地区与衡阳联系也被切断了 有军想要去支援衡阳 却被日本人给拦住了 日本人的战术就是包围衡阳 吸引其他的军队前往衡阳支援 然后围点打人不断地削弱我们的军队 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而现在第十军一共有三个师 一共有一万七千多人 而在衡阳的守备的就是这一万七千多人 方先爵 周庆祥 葛先才 饶哨为几个人 带着一万七千人的第十军 开始接管衡阳 为西南友军提供掩护 方先爵和薛悦的关系本来就不好 他也没指望薛悦能来衡阳支援 于是他就和重庆的蒋介石取得了联系 让蒋介石派人来支援衡阳 蒋介石也只是回了一封信 鼓励他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衡阳 他肯定会派人来支援 但在前线 第十军团苦战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蒋介石并没有增兵 而蒋介石在二十多天后 才来了一批援兵 他觉得衡阳的问题还不算太大 第十军还能守得住 而衡阳这座孤城奋战了四十七天 他的军队已经损失了近一大半 还能战斗的也就三千多人 其他力量几乎全军覆莽 事实上他已经迫不得已 将自己的后勤和工作人员送到了前线 但战事还是没有任何有力地进展 根据第十军士兵们的记忆 方先爵在最后关头 发出衡阳城最后的电报 他已经做好了突围的准备 但是他想到这七千多名受伤的士兵 根本无法离开而留给日本人 也担心会被日本人残伤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投降 而葛先才说法则不同 他说方先爵在第四十六天的时候 确实发出了衡阳的最后一封电报 当时已经准备拼死一大 他们要和衡阳城同归于尽 就在这是一个叫周庆祥的师长 带着日本人来劝祥的想要说服 方先爵投降那么最后达成的协议事 向当时南京的汪精卫投降加入仙河军 以东亚和平先锋军的名义 让方先爵继续当统帅 不过外部力量像62 58这样的军队 一些参与到这场战斗中来的人 都觉得衡阳失守不是因为增援的问题 因为58军已经派出了一支突击小队 去了和第十军会合的地点 可是时军迟迟没有出现 支援的人害怕被日本人歼灭 只能自己撤退 但是第十军的人说他们去街头 却发现没有增援 不过不管怎么说 突围确实已经失败 但是投降这种事情都是一种耻辱 不管是周庆祥的游说 还是真的舍不得那七千多名伤员 这都不能让他投降成为一件让人接受的事 虽然他们坚持了47天 在衡阳被日本人包围的情况下 日本人兵力达到4万多人 占据了压道性的优势 衡阳一万人居然还能坚持47天不投降 这就很了不起了 不过这是一方面 他的投降则是另一回事 不能因为坚守不易就可以投降 也不能因为投降 而忘记47天的努力 公语过不能混为一谈 按照当时上级的相关指令 第十军至少要坚守7天以上 等待更多的援军到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封电报 被方先爵误以为是坚持了47天 一开始他被上司的命令弄糊涂了 因为以第十军这一万人的兵力 要想抵挡三天是非常困难的 更何况是47天 当时方先爵就觉得要命丧衡阳 但日本人凶旺的攻击 让他来不及多想 为了让无辜的人免遭不幸 为了不让自己的国家淋陷 为了尽快打败日本人 他下令全军坚守衡阳 与日本人决意死战 而他们人却在衡阳 守出了一个奇景 日本人竟然没有攻破 第十军的防御攻势 强大的抵抗使日本人伤亡惨重 从一天一直到第47天 第十军的士兵都没有足够的食物 但一直在抵抗在作战 让日本人在衡阳的战役中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十军全军浴血奋战全军覆没 只剩下了那些无法转移的伤员 方先爵创下了近代史上 难以逾越的战功 但是如果当时的电报没有被搞错 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各位朋友若有自己的观点可以 评论留言欢迎讨论